所以再来看一下,这个需求很单纯 第一件事,我就希望全部把它倒到Excel里面 当然,其实现在比较热门的,也许像是用Python来做 用Python来做也OK,其实也不复杂 不过Python的话,变成说 假设你要把Python下载再放在Excel的话 变成你还要再多一个步骤 如果你直接用VBA的话,因为VBA跟Excel毕竟是在同一个软体里面 所以直接就下载,就到Excel了 就不需要说还要Python下载完之后 再到到Excel里面这个步骤 而且Python如果要跟Excel之间做互动的话 你可能还要学到Python的可能进阶相关的应用 因为它还会用到好几个外挂 包含什么OpenXL 或者是说像什么XLSWriter 或者是XLSWinz之类的 相关的套件 或者甚至Pandas 但这些东西的话,对很多人来说 你可能还要先把Python先学到某个程度 那倒不如,因为如果假设你本来就会Excel 而且你本来也就是会聚集录制 然后会一些简单的VBA的话 那其实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事情了 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不需要舍尽求远的话 那其实呢,我们是可以 利用什么呢?利用它内建 当然我这边提到了 因为Excel提供的一些物件 其实不同版本也提供不同物件 那其中的话当然 新的版本跟旧的版本提供的物件又不一样 所以我比较之下 我是觉得Excel 旧的版本反而针对刚刚的这个问题 提供的程式码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OK,所以呢,我在底下呢 就是先帮各位过滤过啦 就是,当然你也可以说 老师我想要用新的版本录下来的聚集 再去修改 OK,也OK 那其中的话主要是利用这个功能 叫资料从Web 那这个是旧版Excel2010的画面 资料从Web 那以前的旧版本跳出来 它会给你一个视窗 然后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的表格在哪里 OK,所以呢,其实这个是用旧的版本录下来 所以我录下来之后的话 它所得到的那个程式码 我后来把它去除不需要的 因为录下来一样 在那个聚集里面 其实很多是预设的属性 所以呢,我把那些属性都拿掉 那留下来最精简的就是 在各位可以找到云端 跟第二个单元里面的第二页地方 所以第一个啦 我看你们干脆 比较简单的方法 直接去拿我第二页的这一段程式码 那这个程式码叫做sub 大乐透下载 当成是一个范本 那其中的话 有个地方 可能可以... 这个可以把它删掉啦 这一段的话实际上 URL分号后面 其实就是你要抓的资料 这两个的网址在哪里 所以你就给它 另外的话 还有第二个填空题 所以其实这边有两个地方填空 这两个地方填空 如果你把它填上去对的话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下载你要的资料了 我把那两个先删掉了 所以主要是这个地方 这个等下要补 还有这个地方 那至于要补什么东西呢 我们接下来再跟各位讲 所以第一步请各位先开启一个空白的好了 eSale 这个就不需要范例了 因为这个直接就是想要抓网络 那接下来的话 我想抓那个资料的话 所以先在 eSale里面的开发人员的Visual Basic 点开来 然后呢 因为我需要把那个云端上面的这个范本 这个Sub大乐透下载 一直到End Sub这一段 OK 就这个范本 请各位把它怎么样 直接复制贴过来就可以了 那贴的话呢 当然还要记得啦 因为我前面一直强调 VBA的话一定要先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也就是说呢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如果不想记太多 你放在模组绝对不会错 OK 所以呢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再把刚刚那一段程式码贴上 贴的话 那贴我们就直接拿这一段 然后第二个单元里面的第二页 这一段 然后把它选 记得哦 Sub到End Sub Ctrl C 然后贴到我们的这个位置 好了 OK 那贴完之后的话 我刚刚讲过了 以后如果你要下载某一个 网页里面的某一个表格资料的话 其实你只要改两个地方就完成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你们其实可以再试着找找看 有没有其他的网页 绝对有 OK 我后面好像还有带另外一个练习题 也是类似可以抓一样 其实也是用这个范本来做 然后我只要先知道 那个网页 那网页的话就是乐透云嘛 然后它的网址就是这个网址 那我把Indage Page 改为1就可以了 1的话就第一页啦 Enter也可以啦 其实这边执行也OK 它会跳到第一页 那你可以看到第一页 就是这个昨天的日期 然后你就把这个网址 第一个把它复制 贴到URL分号的后面 这个分号跟后双引号的中间贴上 那第一步就完成 也就是说呢 我要先给它一个网址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要知道说你要抓的那个table 那个table的话 实际上这个叫web tables 指的就是说呢 那你那个table的标签 是在这个网页里面的第几个 所以web table加s 就是说因为会有一个以上的table标签 那请问一下 你这个标签是排在第几个 你只要把那个数字填上去正确的话 那就OK 可是你想说 那老师你怎么知道是第五个呢 OK 那有几个方法 当然乱枪打鸟 也可以啊 第一个不是 第二个不是 第三个 那第五个OK 那就是了 可是问题 当然这样不精确 那你想说 老师那你怎么知道是第五个 OK 其实 当然你如果是ECL2010 你录制下来 它上面也会显示5 因为你打勾的位置 刚好是第五个 可是如果你假设 你不是用录制剧情 你只要拿它来当范本 然后你要修改的话 那主要就是你可以从那个 几个方法 我刚刚讲过 一 请你呢 在这个网页上面按滑锁右键 检查一下 任何地方都可以 OK 第二的话呢 检查之后的话呢 它右边会跳出这个 开发人员模式 那就是这个背后的网页 当然我是建议你 如果你想要 学好爬虫的话 这个开发人员的模式 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这个开发人员模式 不熟悉 所以你怎么抓 因为它里面其实背后都是 都是所谓的tag标签 那所以呢 这个tag标签你要非常清楚 你要抓什么资料 如果你知道你要抓什么tag 然后抓什么class 或者抓什么id的话 那你要抓什么资料 随时都可以抓得下来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没办法 看懂右边东西的话 你将来要抓之后 有点像 这什么 你就乱枪打鸟了 OK 所以基本上 网页并不复杂 最重要是你要知道标签 另外还有这什么 类别 所以 其实当然网页最重要 就是两个基本的 这个专业 其实坊间书籍蛮多 第一个是HTML 最新版本是5 所以如果你坊间 你可以看架上一定有HTML5 第二个是CSS CSS就是它样式 其实就是跟class有点关系 阶层样式 OK 所以这两个东西 其他还有像什么 这边还有一个 Scripps 这Scripps 就是JavaScript OK 不过JavaScript 现在有很多的框架 比如说Bootstreet 所以现在很多书就是 什么HTML 加CSS 加Bootstreet 其实这还蛮多的 那当然如果你假设 你要再延伸学习的话 你再去了解 不过它又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东西 这细节我就不细讲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比如说你假设 你希望学爬虫 然后顺便又可以学网页的知识的话 那你可以延伸去那个部分 如果暂时不知道 你至少要知道什么叫标签 那我要知道 刚刚我们要抓的那个东西 叫做web table 其实就是web 就是网站 其实这边应该指的就是网页 网页上面的哪一个table 告诉我一下 那所以我如果想要知道 到底哪一个的话 我自己想了一招方法 第一个按滑鼠右键检查 第二的话呢 请你按一下有个组合键 或者是说你可以在上方 因为我习惯是快速键 里面的话应该是会有一个功能 就是叫做寻找 这边 寻找 那寻找的话 应该各位知道说 寻找的功能应该叫什么 叫Ctrl加F CtrlF 就寻找 所以如果你按Ctrl加F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 在中间的地方 它会多一个 让你输入 寻找的一个文字的框框 OK 然后它会跳 右边放这里 如果按CtrlF 它就会跳这个东西 那接下来你跟它讲说 我要找这个网页里面的 table标签 所以你就请这个 自己输入一下 标签开头一定是小鱼 一定要自己打 然后打个table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要找 这个网页里面 四表格的标签 在哪里 OK 所以如果你打完这个 CtrlF之后的话 输入这个标签 那请仔细看 在这个中间的地方 会出现讯息 前面这个1指的是 你目前这个标签 所在的 应该是它的位置 那目前这个是第一个 后面这个叫7的话 总共这个网页里面有几个table的标签 总共有7个 那目前这个是第一个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说 我现在这个是第几个的话 那你可以这样的 就是按下 下一个 下一个 你会发现 按下一个 它会告诉你 下一个在这里 那再下一个 下一个是 这整个 可是你会发现 第三个好像有包含到 我们下面的资料 可是它是全部 也包含上面 所以理论上 再下一个 第四个 所以理论上 第三个 它包含 第四个 和下一个 你会发现 第五个就是我们的 所以为什么是webtable等于5 那其实就是 它是在这个网页里面 第五个标签 其实就是这一个 所以你游标放在这个table标签上面 它也会告诉你说 哦 这个是第五个 第五个 然后呢 它指的范围就是这一个 就是你要的 所以如果你只要知道说 所以哦 以后一样的道理 你反正就找 那个网页 你要抓的资料 然后呢 先用Ctrl F 输入这个 这个标签 OK 然后呢 也就知道这个网页里面 你要的资料 你可以看一下 到底是第几个 你就把第几个抓回来 这样就OK了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哦 而且还蛮快速的 可是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那这边有个盲点 就是说 那 query table 顾名思义啦 它就是只能帮你 query 就是查询 并且抓这个table 但问题来了 如果它不是table 的话 那怎么办 我跟各位讲 就 要换别的方式了 那理论上 早期的网页 都是用table标签 放这个表格资料 但是 最近的 比较新的网站 尤其像 雅虎股市吧 早期也是用table 但我不知道最近 因为它改 改成用div OK 诶 为什么要用div 但第一个是趋势 第二个可能就是 它防止说 因为 esale大家都知道 用这个方法 所以大家都会去抓它的资料 它就可能不生起扰 所以干脆它就改个标签 它就不要用table 那它用div 所以它变div 那你如果要用cretable 来抓雅虎股市资料 很抱歉 就不行了 所以如果不行 那怎么办 没关系 后面我们还有别招 我后面 不过如果用别招 那它相对复杂度 会比较高 不过原理原则 还是跟 我们网页右边 这边是有关联性的 OK 所以你只要 知道右边 按右键检查 然后配合Ctrl F 其实就可以做出很多东西了 再来就是什么叫标签 你要知道一下 那原则上 应该就够了 当然 我们这个课程没有要求你什么东西都要全部非常都了解 因为每个人都不是这方面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熟悉 所以我只是针对你可能需要知道的先告诉你 那至于你想多知道你就是多学习 但如果你暂时不想知道没关系 你先知道这些 所以我刚刚讲的动作 每个都很重要 OK 好 接下来的话我就把这个 我需要的资料填上去 所以要把资料填上去到第五个 所以我刚刚只要把 大概几个东西 一 开一个 这个 就是 Excel 然后第二个在这边按右键插入模组 第三个把范本加上去 第四个就是给他的 网址 然后呢 给他的 第几个Table 好 那接下来的话我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执行这个 这个Sub 那理论上 这个网页应该就会被我抓下来了 我们执行看看 执行 各位可以看到 那这个网页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在热透云上面看到的这个东西 这个把它关掉 这边可以关 那你可以看到 理论上应该就是 日期 然后呢 2022 然后底下 有没有 那这个六个号 加一个特别号 然后有个备注 然后换下一个 那你会想说 那老师为什么他的那个格式没有过来 那主要他格式这边会不过来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加了这一行 这一行的叙述就是叫Web Formatting Web Formatting Web Formatting是什么 就格式化 等于什么呢 后面有一个参数 叫XLWeb Formatting None None的话就没有了 那如果你要的话呢 那你可以 可以在我记得在这边按F1 其实我很多的那个属性也是透过F1去做查 查询 那查看看 这个Web Table Querie Table 这个属性 那我应该要给什么才能够得到什么 那这边当然有一些相关说明 你可以 这边点一下 叫Querie Type 然后里面的话 他有一些相关的参数 那你就给正确的参数 他就会给你要的结果了 OK 所以 这边的话大概 那至于其他 这个 有一些参数 除了 除了这个 这个叫网址 底下还有一个叫Destination Destination 实际上就是你要把将来的结果放在哪一个储存格开始 那就A1 那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将来呢 还有一点就是最后refresh是真的把资料抓下来 所以将来如果这一行出错 不见得是这一行错 可能是上面你给的参数其中有一个是错误的 最容易发生的就是给的网址不对 或者是给的什么 给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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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Table不对 所以 其实同样的方式 当然你也可以在上面再加一个 Sales 比如说我先 假设我先 先希望把 旧资料先Clear掉 好了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 老师那我是不是可以练习说我要抓的表格不一样 比如说我要抓 刚刚的表格 第几个 刚刚是第五个 那如果抓第四个 第四个 第四个不是 第四个不是这个吗 那你也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你把这个WebTable改成Web 改成4的话 你把旧资料先删掉 那你可以把它跑跑看 第四个 有没有发现 第四个就下来了 OK 但是啦 这个ClearTable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只能够抓 目前只能够抓Table OK 好像我们之前CSV也是用这一个 他也可以抓到CSV 所以它其实不是那么难用 但是它跟新的版本最大的差别 当然新的版本我一直强调 新的版本它是先放在一个Qualist物件 你还要再利用另外一个List object去查 所以有点麻烦 那效率其实也不差啦 只是说我觉得那种方法程式码会相对冗长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或许你也可以再试着把它录制聚集看看 OK 录制的方法的话 基本上也雷同于之前的那样的方式 就是它其实里面有个功能 在录制聚集之前 你可以找到资料 里面有个叫什么 从web 因为我们目前是新的版本 所以录下来的聚集 应该跟刚刚看到的用ClearTable不一样 除非你是用旧版 旧版录下来才会是ClearTable 新版的话就是类似我们前几周里面用到像那个XML 或者是Json 它会有一堆的程式码 就像我们之前我看 我们之前刚刚才提到过 就类似像这样的 就是第一个单元里面的XML 有点像是这样 你从web去抓那个资料 那录下来的话也是会得到一堆的 一堆的这些东西 那你说可不可以 下载 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 就是把它改成下载HTML聚集 它一样会产生一个Queries 然后一样会产生一个Formula 然后一样就是类似的方式 只是我觉得这样感觉 因为程式码太复杂 倒不如用这个刚刚的方法 但是或许 如果假设你要的标签不是Table 那或许可不可以用 这个方式试试看 这个可能还要再try try看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这个部分 那待会的话 我们要再来延伸 因为第一个OK的话 但问题来了 那目前只有下载一个 一页 可是我今天要总共有68页的话 那应该怎么改 那可想而知 应该可以改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哪一个page的参数 哪一个page应该把它改成变数 然后放在哪一个储存格 如果是A2 然后将来第二页应该放在它的下方 向下追踪加1 那怎么改 这个请各位试试看 好 那